最能幹 對 好 這對 我就不會批評 之前台北市長那是誰啊 那暖潮超 可能會更像 對 我覺得是誰 對 沒有為什麼其實就換人做做看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覺得 因為以前我可能都投綠了 可是說真的 有些時候他們的政策上面 他會顧及大眾 可是卻犧牲了少數民眾 像我們這次在淡風的時候 就是被犧牲了一個族群 所以我很有感 是誰啊 何友宜 最能幹 對 好 最能幹 對賴清德跟柯文德有什麼看法 都不要 我也不知道啦 最好就是何友宜啦 他辦事很能力 很能幹 你看他做事什麼都很能幹 我還是賴清德 因為我感覺他們做的這幾年 過得很平穩的生活就好啦 最不喜歡的柯文德 然後友宜 這個我就不會批評 在看還在觀看 其實還在觀看啦 其實他們三個講的都 差不多啊 在看啦 我比較支持 侯友宜 他在新北執政的這段時間 其實算是中規中矩啦 這個八年來 來自民進黨的政府 也不是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希望能夠有一些改變啦 我比較不支持賴清德啦 就是說我比較支持 侯友宜 那再來就是那個 之前台北市長 那誰啊 我們暖潮 超哥 鄧夏 我沒什麼想要疼的 鄧現在動都沒效 你太香了吃就好了 臉進黨很久啊 都換人做看看 最好的是說 四年也拍總統最好嘛 還沒這樣亂來啦 對 我覺得想像這樣 對 侯友宜他做館長 你還要來做總統 那這樣對 我覺得很不好 不過我也很想要是侯友宜的 你還要來做總統 你這樣會挑 我會挑的機會就好 柯文哲喔 柯文哲是比較欠嘛 臉進黨跟柯文哲 我常常說 回家柯文哲 我做看看 真的不知道要選誰 但是我還是傾向於 國民黨的侯友宜來做 是比較好的 至少他比較正派啊 而且他也不會說貪污啊 他在新北市裡做得很好啊 只是說他現在這個民調 或許是因為這個網路啊 或者說電視台 他要封鎖他的新聞 我也是覺得你們很好 能在街頭上訪問這些 我們需要說出來的心聲 繼續我們努力 可以把侯友宜的這個聲勢 提起來 能那個 彼得說這一次的總統選舉這樣子 真的不知道要選誰 我認為你還有沒有 我認為有日快樂 我認為有日快樂 這麼多的 這麼多品心 那個